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 好 回来第五节的啤梨漫步 今次就开始讲美国选举的花绪 刚才我看到网友说黄恒秀唱歌 黄恒秀有没有唱歌我就不知道 但这一首是张德兰唱的 不是咪嘴 是幕后代唱 其实这个怨君心记取是1977年 陆小凤之决战前夕 刚才站在那边的黄恒秀飾演西门吹雪 不是灵灵法那个西门吹雪 那个西门吹雪就真的有型 文俊就做到小凤 我到现在很深刻印象 西门吹雪水 麦如胜就是叶孤晓 麦如胜就是很离谱的那一套 其实这个声音就很麻烦的 这个MV 我其实在YouTube上看的时候 有很多版本的声音都很漂亮 但是就没有这个画面了 因为怨君心记取 其实决战前夕就拍得很好 其实在70年代 就是由街市拍射雕英雄转之后 郑就应该没有经历过 但是他有研究的 其实那时候电视圈就一窝蜂 那首先是金融业 因为亚洲街市拍射雕都可以 那我当然来了 什么倚天啊 接着无线就80年代 就在80年代射雕神雕不断狂来 那亚洲就没有买版权的 那就抄抄改改 无红线就弄到一剑信神就抄了 后来自己拍回射浩江湖 跟法哥做 但是70年代 在刚刚起 即是你毕竟 金融的小说 那你问我 和古龙是没得比的 但是你用另一个看法 你用古龙的小说 有古龙的小说好看的 是另一种看法来的 那时候 我觉得《决战前后》 这一套《鹿小凤之决战前后》 但是呢 又有歌叫《决战前夕》 因为为什么呢 《决战前后》就是一本书 就是整个剧集 到了《决战前夕》 那又发生什么事呢 那又有些事情 譬如我们会有 《鹿沽城》 那边 于是乎就收到一个经典 《决战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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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王后秀飾演的 那又说王后秀也不相似 我从来不觉得王后秀漂亮过 你问我 不过去做古装 也是有一种看法 应该这样说 于是乎 這配奔原君心 到母之人當然是想比個高下 當然比個高下是否要生死相平呢 這是另一件事 武俠小說和我們現實人生 會不會很感動呢 所以你說始終都是這麼說的 都是兒女情長英雄氣短 沒辦法的 如果不是就不會 當時我不知是鄧偉雄還是盧國尖 看那些詞峰 真的有空給我上網看看 兩首詞都是描寫這兩個 全江湖上都認為是英雄人物 其實 他 在這個決戰之前 都有很多心無歷情 因為已經不是一個人 沒那麼灑脫 好了 今天爆發了一件事 有沒有影響呢 我不知道 但畢竟是庫文 就是賀錦米的副總統的候選人 就是這個Tim Ross OK 其實這個Tim Ross 其實這次 其實這次 民主黨整個選舉 工程 你都可以看得出 這一班這樣的左翼人士 那種辦事能力 我不說其他 那 你四年前 為什麼要選過 拜登 喂 喂 那個人認識拜登 就80歲 你沒有想過他 然後也會84歲 好了 ubiquen 被他選過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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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瑞斯 這個賀錦米 當年 純粹是想打這一張 黑人 或者有色人種 女人牌 因為我看看資料 Harris 基本上是那時候 民主黨候選人入面 即上屆是最低分的 最低那個 即是民主黨候選人 可能有十個人提名 他是最低那個 沒有人會喜歡他 因為只是無料 正正因為無料也好 但是要打一張安全的牌 尤其是據說 拜登也有個想法 就是我放了賀錦麗 在我旁邊做副總統 你們不敢彈劾我都有什麼事 因為你們沒有人願意給賀錦麗做 但是神推鬼擁 於是賀錦麗 就現在做了總統候選人 我不管你是陰謀也好 神推鬼擁也好 大家想想奧巴馬是在 拜登說要支持賀錦麗 拜登一說要支持賀錦麗 就很自然賀錦麗很想 這一張牌 我現在擺明是煽救你們 你問我 拜登煽救他們 我老土你們 你們逼救我公 你想想 連這個幕後大玩家 奧巴馬 都要在五日後才肯 承認賀錦麗 記不記得呢 當然奧巴馬 不承認賀錦麗的時候 其實應該要辦事才做 要有一個黨內的錯選 結果到現在一直都沒有 好了 然後又選一個人來做副總統 喂 這個賣相都非常低B 這個阿蘇 六十歲 我承認賀錦麗很像 我承認賀錦麗三年 跟拜登差不多 承認賀錦麗 真的 拜登的腰部都很直 如果他不發呆的時候 有時都很精神 正直又差 好了 好了 亂吹水 你想想他的吹水 其實 包括我 很多人都會 有時有些人覺得很閒 講他八九年在天安門 結果被人發覺 承認賀錦麗 你八月才去香港 當時他不打算自己做副總統 其實最佳是 什麼 說出來 不好意思 那時候我記錯了 你當然不能說 你刻意說謊 我記錯了 原來我什麼什麼 那不是 人家說對不起 其實你真的沒有辦法 去到這些位置 好了 謊 結果這個 當然未必能幫到 希拉莉很多票 現在外面的人還說 呃 包括 杜蕭就說 當時充機會大 大約是 五幾對 六成幾贏 那些票是五幾對四幾 可能 甚至乎可能會贏 韓勝 韓菊 太低致了,甚至乎,有人說這個是間選,我甚至不認為這個是間選, 為什麼這個是間選呢? 因為,你要搞清楚,它是每一個state來的,這個是聯邦總統的嘛, 所以我們老實說,但是你怎麼說都好,最後還是會有, 就算你說,所謂的land slide,我當你,特朗普贏到四十九,五十個州,好像連根這麼厲害也好, 但是你想一下,是win must take all 的, 就是說在那個州裡面,譬如我賓夕凡尼亞州,我贏了,贏了一票也好,我選舉人票都拿了, 但是就是說,那個總投票數裡面,始終有四成多人仍然支持民主黨, 我是真是很奇怪的,對於在這次裡面,因為這次真的不是一個, 因為我見到有些人仍然用那個經濟,我不是說小生,包括小生在內, 去分析,不是的,這次真的不是的,這次是一個, 他們說是意識形態,但是這個是一個美國的傳亡之戰,你問我, 你再這樣搞下去,是嗎? 蕭先生是最想意識形態,是你們按鈎的,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邊聲啊,那些什麼呢,是州法來的,不是聯邦總統說了下去, 那個州要聽的,但是你要搞清楚,現在問題就是,如果聯邦政府, 他捏住了這麼多東西,OK,有這麼多宣傳的機器, 現在首先聯邦政府是越來越大,其實我已經覺得太離譜了, 那個,你正常來說,你聯邦政府一帶,你州政府呢,就縮那些權, 如果那個州長,是那個,政黨給他很多資源,那個州長,我簡單的說, 好像,一般人現在認為,其實拜登,他不是真的那麼左, 那為什麼他要假裝呢?他不是那麼左,既然是這樣, 因為他知道,他知道夠左,他就會得到那些媒體,或者那些有錢人那部分的人, 那他就要假裝了,所以這個選舉並不是說,不重要的,影響不到,我不覺得, 你始終,中央政府,他拿著這麼多宣傳的機器,聯邦政府拿著這麼多東西,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來的,好了, 那這個,Tim Walsk, 事情似乎做不了, 因為靠他拉些什麼票, 就反而又爆多一宗醜聞出來, 那這個女人呢,原來爆這個, 她已經移民了去歐洲的,我看這兩篇, 如果,她是在國內的話呢, 那我就會懷疑, 咦,你媽媽,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會這樣, 難道要送特朗普一請? 送特朗普上位? 難道中國會想特朗普做? 其實要這麼說, 在兩種形勢下,我不覺得中國一定會想賀錦麗做的, 你又不要以為政治一定會這樣, 他可能是強人, 可能我沒有那麼容易對付, 但在現在的形勢裡面, 在現在的形勢裡面, 如果我, 我不知道我們偉大的總書記, 是怎麼想的, 但如果我是他的話, 我也願意去對特朗普, 忠然, 他是這麼辣, 能力是高很多, 因為我跟他, 是可以聊天, 喂, 不重要, 幫幫我什麼什麼, 因為, 當作出面一個實際的人, 而那幫這樣的, 民主黨呢, 反而, 整天在辦了事情啊, 屌你了, 好嗎? 是啊, 我可以用錢使得去, 但是, 去到某個位, 原來他們又想拿錢, 又要用面子, 又要開口人權, 什麼什麼什麼, 我還想麻煩, 不知道的, 所以, 但是現在這個女人呢, 已經在歐洲了, 那她說的話, 我就當她是個人意志, 但是, 從這一點看得出, 喂, 你怎麼這麼懶惰, 是懶惰, 是懶惰, 玩都玩得懶惰的人, 好了, 那你去民主黨, 找人去, 就是去輔助啊, 就是, 其實副總統, 在選舉期間,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輔助她那個, 政主義, 嗯, 那當然啦, 你說真的政主義有什麼事的時候, 她就是下一個總統, 嗯, 我叫你老母, 賀錦麗已經是這樣的, 他整個Tim Ross做美國總統, 你老母是, 我是, 我是金仔啊, 普京啊, 金仔不是啊, 金仔可能很期待啊, 川普上去, 我去聊天啊, 我真的笑得嘴到尾巴, 都沒想到, 想不東升西降都不能想的, 怎樣呢, 每日報報道, 今年, 59歲的黃珍拿透露, 黃珍拿59歲, 1989年, 35年前, 即是那時候, 哇,正當成年了, 24歲, 他在廣東省佛山市, 第一中學, 擔任英文老師, 當時, 阿華茲, 即是Walsh, 是他的同事來的, 他說, 阿華茲對他一見鍾情, 對他展開熱烈追求, 還會在放假的時候, 和他去香港, 澳門度假, 也會帶很多西式的奢侈品給他, 那時候, 基本上, 如果真的去廟街買, 只有一百元三隻, 那些標都可以解決, 好了, 而他也對對方的攻勢, 在對方的攻勢之下, 淪陷, 他說, 阿華茲年輕時, 很英俊的, 其實一會我們看照片, 年輕時也不會英俊, 不過, OK啦, 真是情人男女出西式, 他說, 他又讚我英文, 他說, 如果他閉上眼, 就好像回到美國一樣, 這樣說, 但是, 由於黃珍拿, Jenny, Jenna的爸爸是中國共產黨, 高層人物, 姓黃的, 三滑王, 地方幹部, 或者是, 政治局, 他提過一個名字, 不過, 我都不知道誰, 政治局委員, 政治局委員還未到, 叫黃斌輝, 不知道誰, 當然不知道, 你說, 如果三滑王, 在那時候是有的, 在那時候, 三滑王, 不是, 那時候是黃珍, 那些, 左王, 就是那些, 是他父親, 好了, 他提過一個名字, 不知道是甚麼, 他說, 由於他爸爸是中國共產黨, 高層人物, 黃珍拿就為了, 怕那段感情會導致, 爸爸和他有些矛盾, 所以, 他一直呢, 都, 真是很低調的, 跟Ross拍拖的時候, 但是, 隨著時間, 越過越來, 他開始幻想, 有一天, 他會跟Ross結婚, 去美國生活, 但原來一切都是一廂情願, 去1992年, 王珍拿就辭去那份教職, 準備展開新生活, 因為當時, Ross已經回到美國了, 在內布拉斯加州教書, 但是他跟Ross有聯繫, 在Ross的指示下, 開始將護照, 照片, 個人資料, 傳到美國, 以便獲得簽證, 但是, 一切, 在兩人, 一趟為期十天的華南之旅, 就變了, 即是說, 他們倆竟然有婚前性行為, 十個人去華南之旅, 即是十天, 兩個人, 根據王珍拿, 的說法, 他說, 華爾茲經常在公眾場合, 做一些浪漫, 又笨拙的舉動, 令他很不習慣, 那, 真的可能有時候, 你要尊重女生, 我老婆都不喜歡, 就算是港女, 很多女生都未必喜歡, 打得火熱, 當然無所謂, 電體女生, 如果不是, 很多人不喜歡, 其實, 但是, 有一次, 坐長途, 過夜火車的時候, 華爾茲堅持跟他一起, 躺在包廂裡面, 因此, 他遭受到, 售票員的, 異樣眼光, 你想想, 那個年代, 你和那個鬼佬一起, 躺在包廂裡面, 他當然不喜歡, 他說, 當去到海南島的時候, 王珍拿, 就準備跟他談, 未來的計劃, 誰知道, 華爾茲瓦一直跟他說, 他說, 你真的喜歡我嗎, 你是對本美國護照, 更感興趣, 比起結婚, 真是賤人, 真是賤男, 好了, 王珍拿說, 當時真的生氣到, 他說, 如果不是為了愛情, 真是想和華爾茲共組家庭, 他根本就不會放棄原本的生活, 穩定的工作, 還要搬去, 什麼內部拉斯加州? 他說, 大多數中國人都沒有聽過, 又冷又偏僻的地方, 我可能不知道在哪裏, 他說, 那時候我知道他不會娶我, 我覺得自己很賤, 好像被人當我是雞一樣, 你去到那時候才知道, 你一早知道生我哥哥, 我會跟他說, 我擺明是吧, 賤國雞啊, 你能不能我來教書, 雞有錢收你沒有啊, 我會跟他玩玩而已, 是呀, 好了, 好了, 他回到佛山的路上, 王珍拿, 突然好像覺得醒了, 他決定, 和Rosch分手, 兩天感情就無疾而終了, 1994年, Rosch就和為教師的, 為普結婚難, 你93年和華南之旅, 94年, 他就結婚, 其實根本, 他一直是搭腳夾兩旋, 嗯, 實在是沒有和王珍拿碰面, 幾年之後呢, 我想九六, 九七,九八, 他就移民了去歐洲, 在那裏教書, 做翻譯, 以及做文化中介, 他說兩個人呢, 最後一次聯絡在2009年, 但是一直沒有聯絡過, 到現在,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在Facebook上呢, 見到, 於是, 碰到你的Facebook, 於是,簡單, 兩句問一下, 雙方的生活和發展, 即是友好的, 他說, 他為什麼在現在這一刻呢, 披露這段過往呢, 因為他真的覺得, Rosch呢, 是很自私, 而且反覆無常, 令到他的明星事業都面臨風險, 因為呢, 你想想他, 他是遲了份工, 想要寄過來, 即是一心一意, 你玩到那麼大, 對呀, 對呀, Rosch, Timmy, 即是他可能叫, 就是那個Nake Name, 啊, 啊, 就是這樣, 在天安門廣場, 事件上說謊, 但其實在其他事件上, 很多事說謊, 好像那些人, 一點都不正直, 毫無品格, 怎樣能做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呢, 啊, 那當然啦, 老實說, 其他, 我想大家如果有跟開, Tim Walsh, 根本就是大謊王的, 不過你不要說那些, 現在再踢你一棍, 你出來, 好啊, 出不出來呢, 你出來, 別人就實問你, 一問你, 又怎麼回答呢, OK, 又好像是賀錦麗那樣, 總之答非所問的, OK, 好了, 我們先看看照片, 一張而已, 喏, 你說是否很碎呢, 年輕的時候, OK, 他是一個膝頭, 喏, 反而看珍娜, 現在五十九歲就沒有話可說的, 眼鏡都奇怪的, 年輕的時候算不算美女呢, 不差的, 普通, 沒有什麼打扮, 如果在當時算是Aitable, 但是, 我外國過去, 二十多歲, 一起教英文而已, 不吃就白不吃, 但是那個Team Wars那張照片, 哪個是他呢, 還是在旁邊那個是他呢, 笑口細細的那個, 也有點像的, 那個是有點像的, OK, Anyway, 不要緊啦, 你們都喜歡去歐洲, 當然要吃過下鬼腸, OK, 好, 大家留意, 我們買廣告, 今天呢, 我要買廣告, 那我都會翻一些東西, 應酬, 應付大家, 即現在市道正, 這一隻呢, 是六兒島, A41, 不是A5, 肉眼扒, 200多gram的, 很大塊的, 一般坊間賣多少錢呢, 兩塊水道, 一百百, 因為現在, 那時候我們賣A5, 賣到三四百, 那時候是封關的, 但是這個是A4, 但是一般人, 你們分不分出, 都很懷疑, 我現在賣多少錢呢, 屌尼兩尾, 這些叫做投行價, 雖然我陸陸續續還有, 149, 149, 兩百多gram, 你去, 超似伊朗那些, 買那些, 澳洲那些, 都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其實呢, 都七八十元, 但是和這些都不能比, 我的油花都很漂亮, 我這隻, 很漂亮, 買回去, 解凍, 很簡單, 煎回去, 搞定了, 放幾粒鹽, 149, 有貨的, 不用搶, 再去, 這一個呢, 我專門放在CUT在那裡拍, 那不是很大隻, 但是OK啦, 這樣倒, 是日本北海道, 無懈, 外面賣多少錢呢, 又不會很貴, 我想三四個咀, 因為你在日本吃, 就二百多元, 物理香貴, 解凍之後, 蒸回去二十多分鐘, 就可以了, 其實是熟的, 但是, 你始終要解凍, 要蒸回去, 沒有理由的, 是OK的, 299, 我今天真的是一街坊的, 因為雪櫃, 我會搞一個雪櫃, 再去, 好了, 這個魚子醬, 其實大家都見過一下, 現在的魚子醬, 這些是沉魚子養的, 真是問心口句, 但是我吃過, OK的, 那外面多了幾百元, 一口, 你知不懂得吃呢, 你知不懂得吃呢, 這隻呢, 我覺得鹹鹹鮮鮮, OK的, 但是, 抵食嘛, 83元, 我上網看過, 最便宜賣89, 很多時候賣99, 我83, OK, 大家試一下, 試一下味道, 因為這些用來塗麵包也好, 用來扒也好, 幾十元, 拌飯呢, 你幾塊水就說, 就說難搞的, 其實可以買個魚子, 魚子醬, 買了一些, 我另外的三文魚子, 成大大拌, 用來拌飯, 用來做沙律, 好,再去, 這一個呢, 大家聽清楚了, 香港製造, 黑草養煲, 其實是雙刀羊腩, 我們下一張照片大家看看, 都多樣的, 1.2kg, 即是2磅多, 即是我吃那個嗎? 不是你吃那個, OK, 你那個吃過沒有? 吃那個行不行? OK, 喏, 這個呢, 就不是你吃那個, 但是我相信, OK啦, 香港製造, 因為我不吃羊, 但是我呢, 之前呢, 做了一個呢, 就給網友和同事吃過, 都說OK, 聽清楚, 去年呢, 我的廚師做到手累, 又說加價, 大家說, 那大家不是很開心, 今年呢, 我已經是投降價, 沒得了, 立即WhatsApp, 848-1079, OK, 因為我不多, 那你說下水會不會有下水, 當然有啦, 但是呢, 那些人, 當然是先吃為快的, 這些人, 179元, 不說話啦, 是? 179元, OK, 那明天我們解凍啦, 又給你試一下啦, 我覺得OK的, 因為我不吃羊, 179元, 你回去解凍加熱, 搞成這樣, 那你還想怎樣呢? 1.2kg, 不是一斤, 真的兩磅幾, 這個真的是投降價來的, 沒得了, 外面有些茶餐廳, 買了199幾個, 你現在看我都多的, 都多的嘛, OK, 好, 再去, 好了, 鼻敏除, 我內幕都要介紹一下的, 鼻敏感的朋友, 記住, 噴在兩個, 其實在一個鼻門口, 可以噴, 一來不要直噴下去, 你要軸的嘛, 索, 然後, OK, 好, 下一張, 這個是滴鼻通, 這個是更加嚴重敏感的朋友, 或者, 你, 譬如, 7L所說的, 有很大的鼻寒睡眠窒息, 就是用這個滴鼻通的, 另外, 用鼻敏除就可以了, 這個呢, 就是用滾水, 滴20滴落滾水, 然後放冬杯水, 用來喝的, 喝的, 喝的, 很高密度的, 所以, 他會很容易吸氣, 化得去, 那麼, 我們抹了一段時間之後, 那些網友 feedback 回來的, 他說鼻寒聲是, 真的小了, 為什麼呢, 他的道理呢, 是餵你,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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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喉嚨啊, 那顆東西, 收細, 我不知道怎麼可以收細, 但是, 鼻寒聲細了,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的睡眠質素好一點, 駕駛很遠的, 如果不是, 我都猜不到, 我們那幾隻牙睡眠寶, 都非常好買, 因為原來香港真的很嚴重的失眠問題, 好, 再去, 就是這隻, 為什麼呢, 其實, 安眠藥, 這些精神科藥物, 為什麼醫生, 很多時候都不會開很多呢, 因為其實, 它真的有副作用, 我們這隻, 就不會了, 香港浸會大學研究的, 全部食療來的, 大家可以吸了這張圖, 慢慢放大它, 或者上網找這個, 安眠無憂膠囊, 我們現在賣299, 正式推出的時候, 可能是公介399, 可能是賣多少錢, 一個月份量來的, Sleep Easy, 安眠無憂膠囊, 我們有貨了, 好,還有一部相片, 還有相片, 還有相片就是, 鐵皮石俠的超細粉, 今天我開始喝第二盒的第一包, 記住, 要用熱水, 六七十度, 攪四五十秒, 我還有一支棒給你的, 每天空泡喝一杯, 它沒有味道, 但是有些滑滑滑滑, 都是喝精的, 它沒有精的那麼熱, 它是新增的, 其實呢, 特別是對, 我不說高血壓那些, 是對糖尿病有莫大的比喻的, 新增的意思是, 其中一樣就是, 你的胰島素分泌, 它促進你的胰島素分泌, 就可以將你吸收的糖分, 帶入你的細胞裡面, 而不會留在血管造成膽固醇, 或者這個糖尿病, 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 那麼, 十個人裡面有三四個, 是喝完, 一個或兩個療程之後呢, 是真的可以減弱的, 那其實我覺得, 已經是很高的比例來的, 就是這個, 這樣的比例, 那麼大家去試一下吧, 888元一盒, 那麼我們就特價748, 8-749, OK, 每米一盒呢, 我都會有一支攪拌棒送給大家的, 電子的, 還有沒有相片? 沒有呢? 休息一會兒!